今天我们玩的这个名字叫幽灵怪谈 应该是一个顿作游戏 我们看它的游戏简介是基于中国的神话与春秋战国历史结合 那就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这果然有很沦郁的中国分 怎么这感觉有点像三国战绩 那么就开始了 中文还有个开源软件 什么意思 先不管了 先点开始 新建一个存档 选择简单模式 在存档的地方是可以消耗那个存档 然后解锁能力 哇还是中文对白 战国时代吗 这个画分好抽象 怎么怎么目前为止感觉像是九色半眼 这是操作方式 先试一下暗间 这个是跳 感觉这是个汉奸 这又开打了 这应该是攻击的招式吧 这就是攻击的连招的招式 他说击杀怪物以后获得的红破 应该是用于升级这个能力的 目前为止感觉这个游戏的打斗感觉还挺爽的 这个感觉像出了一个怪物 无尸吗 还没玩多久就出来关卡了 打打打下就跑 这个污水货 污污水 暗子眼可以恢复血 它是消耗那个红破的能力 完了要污污水了 快躲着一点 快跑 哎呀 这个周汉 这就过了 终于把这个boss给拖死了 这帮汉奸 这帮汉奸 这不是诬陷我们的主人公吗 接下来剧情是应该逃亡了 逃离这座宫殿 可以显示地图的位置 按这个减号减 这是林杖 按住L的话 把机枪射到攻击 应该这里是一个防御的东西吧 看一下 这个东西改善像个互动 这个打斗感真的是很爽 这可以连招连起来 看一下地图 目前为止是在这 他这个打起来就可以一头连招连下去 把这帮人给干死 我觉得这个连招的这个设计比较好 应该到这上面去 跳得更高 给二级跳 一套连招苗尼 这就是存档点 这好像可以升级是不是 目前他没有啥提示 那就继续走吧 这应该就是那个坏人 我们有机无险的滑过了 看来那个田什么的那货应该是个妖怪 这应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逃着再说 春秋时期 齐国宴应曾预言 齐政足归田池 但是齐国江氏国君不以为戒 沉密酒色 不比朝政 抗宫十八年 齐王姬即将背负世父嫌疑 掌公主书将也沦为田河之志 书将劝其妹求生已图来日 沧皇出逃中 见到几个不应该出现的那里的面孔 解开了疑云丛生的篇章 田氏排出重兵四处追凶 广发统计 领约格杀勿论 即将再逃 田河口声变术 未公告天下刚攻死许 是人愚钝 或不明旧礼 或已归于田氏 即将投靠武门 山穷水晶 林姿城外的经济林 被视为不祥禁礼 追兵轻易不敢擅住 生怕惊扰鬼神 火箭极深 即将暂时得以喘息 是谁用古神之血唤醒了我 是我的血唤醒了神尊 我是齐国的季骄 康公之女 齐国的王姬 果然继承了古神血脉 难怪你能驱使世后 寻常人 你说我的双剑 这是我幼时抓周所得 之后就一直待在身边 这古玉所致的神剑 你如果好此外 我这赤箫 乃是我当年摄制的剑士 明天里的石雅 可是鱼玉所令画上 立日不断 你锋鸣无锥 你可以用一定平天下 这是你的手 原来是涩肉的护医 承蒙青眼 叫拖大人 可是我不能 我明明杀的 是世人的妖怪 怎会是父亲 阿姿也在他们手上 我要找 那你有何打算 我在齐王宫 依袭见到了三位 我只在书册 和画像上才见过的人 他们应该不会出ề 在人群中 这个动作游戏搞得这样 这么诗情画意 真的很不错 所以说得到了新的招式 按这个叉 这是这个给的这个5T的招式 哇 这个打斗感很爽 把它交谈一下 墨鞋 干将在哪 这样的话 以后在那个 存档点应该就可以升级了 在这个地方可以解锁和换装备 存档 升级 升级可以升级了 可以升级成什么呢 现在有1091个黄色的红破 存饮 这个不够 只够升第一个 还升这个吧 喜欢用这个技能 那么升完就该继续刷刷刷了 这个是不是干将 精力 上面怎么还有很多妹子呀 他们应该是路人甲 不能交谈 这个游戏的配乐真的也很赞 古典风格能晕 说起来好笑 我从小就很擅长的奔跑 没出生期 我就没有离开过 就在我厌倦了漫无目的的寻找 宫院里出现的冒命将军 看这个游戏也得刷刷刷 几点独够的红破升级 升级三挺多的 小白 阿大 这是我阿娘给我起的名 之前 嘿嘿 江湿哪有那么快的啊 听说总是以这一步 我猫 我要见将军 你这会没见着啊 帮你不知道 你快查查攻击 我们去找将军去 小鲁鲁不是很快就灭了吗 哎哟气 搞定 哇 这个 这货还有防御 一招就是天上攻击完 然后降下来 然后再踢他一脚 这样一套连招下来 一般就把敌人就撸死了 哎 都这个地方过不去了吗 这是应该走哪个方向 看来应该是还是往这个方向走 感觉是让他跳上去 从这边进去 我们就开始准备跳了 二级跳应该跳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上来 再上来 这样他就应该能过去了 这下进去应该能找着将军了 这是古代的那个什么 古代的运输梯 我们跳上去 做一段运输梯 从这下来 然后这样过去了 这拿大好贼啊 要走这边吗 这个游戏不是那种一上来就杀杀杀 这剧情感觉还挺充实的 这下来就不知在那里 没关系 这下来就会有点 这下来就会有点 看来就会有点 这下来就会有点 之后就会有点 不行 不能在這邊待著 應該到這邊來打 哎呀 上面攻擊 又可以升級了 有1000多個 把第一個也升了吧 這種拿盾牌的這種貨可好打呀 那都是獎勵的恐怖嗎 這什麼情況 可以彈飛反彈舞 但是沒有彈飛呀 怎麼彈 不行 這得彈飛才行 啊 把這個打過去是這意思嗎 慢了 他這個拿這個閃得特別慢 這會是將軍嗎 看來這貨的和他一場大戰要開始了 應該是敵人那邊的 準備開打 跑 哎呦 先跑再說 快跑 快跑 哎 被打著了 快跑 趕着了嗎 跑了 這才撿了吧 放那個勾子裡了 那么也就过去追他 哇 这是阴间啊 咕噜 咕噜 诶 这打的有那个有吃的呀 诶 不讲理吗 这还要进去啊 那这进去是哪 这不出来了 变成骷髅兵 一顿爽快的连击 升级也不够 走吧 感觉下面好像是个迷宫式的 看一下地图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往上面和往下面都有 这武将军是谁 应该是历史上的某个人物 来这个地图看一下 往上走也可以 往下走也可以 我们先一直往前走吧 果然这个按插的这个技能 比较那个 那个攻击力比较强 来这边看来还 还那个什么 走不过去 必须点亮三盏隐红灯 我们应该还是上去 应该进去 进去的话应该是地图上面那个方位 看一下 是 然后应该是往这边走 这什么鬼 打这个人 应该打得比较合适 这应该是他说的那个隐红灯 已经点亮一盏了 看一下 如果是往这边走的话 都会回去了吗 看一下地图 这边是没有隐红灯 这边是没有隐红灯 啊 这边也过不去 我咋就揍你俩 飞头 看地图的话这边过不去了 只能先出去 然后出去的话 还是回到原路 然后寻找第二盏隐红灯 看地图的话 应该是往下面走 因为下面有个隐红灯 哎不对 到前面的存档点 存档点 然后再往下 应该这么个路线 就说我们应该回去 嗯好 今天这个游戏就试完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试试 我是很推荐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 无论从音乐 还是打斗的感觉都特别爽 特别有手感真的 好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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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